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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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一項展覽 這個展覽的展品時間軸橫跨200多年 從18世紀開始至今日的美國 主題從個人風格、政治、文化 到流行生命等 算是時代的精選輸贏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探查究竟吧 這個展覽的名稱叫做 美國時尚精選 In America An Anthology of Fashion 展覽的位置是在博物館的 American Wing 不知道地點的人也請放心 就在博物館的cafeteria旁 這個展覽會一直展出到9月5號 所以有興趣的各位看官 應該還有時間 這個展覽 這個展覽 透過跟一些電影的導演合作 來設計及布展 每個展覽的小房間 可以看成一部電影裡面的定格 所以才會有這些大量擺放的人偶 以及道具場景 展覽的高光 主要在四個大房間 有1830年代的客廳修氣室 來自佛吉尼亞州 李士滿的19世紀客廳 還有一幅1819年的凡爾賽全景壁畫 以及由Frank Lilloyd Wright 能設計的24世紀客廳縮影等 全景壁畫藉由投影的方式呈現 讓整個房間增設不少 也更能襯托出放置在假人身上的服裝 這個場景讓我想到偉大的蓋茲比電影的螢幕 訴說著而是世紀初美國鍍金時代的故事 窗外的男人在燈光的烘托之下 確實有點詭異 這種勞富現代感的布置 跟前面那些有些年代感的房間比較 算是叫獨樹一格 假人身上的服裝搭配上肢體現堂的動態 把極劍這個運動加上五道流動的元素 形成新的視覺韻律 除了房間的展覽之外 還可以看到類似在服裝店的展示方式 還是叫獨木槍的衛生品 造型的衛生品 相當主角的衛生品 團隊也有展出一些 我不懂服裝,也不懂服裝設計 我完全是抱著欣賞的心態 所謂外行看熱鬧,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那我們下次見,謝謝